你觉得和这个品牌最大的气和之处是什么? 首先,年轻,活力,无味,真我 是我觉得跟品牌形象比较非常气和的一点 四点 自己也很有特质 对 平时都喜欢戴什么款式的墨镜? 其实平时我是真的很想戴墨镜 但是刚刚在采访过中也聊过说 因为戴上眼睛怕没有眼神的交流 觉得不尊重您 比方说不尊重不是不尊重您 不尊重别人说话 所以对对方 不尊重对方 所以还是要把眼睛取下来 有时候或者是 其实自己出门的话 有时候也会选择戴 因为不化妆什么的话 会遮掉一定的眼睛 就不会让别人看出来是谁 有这一部分原因是真的有 但是 还是会选择低调眼 家里从来有多少缝吗? 我家里是有一个 也不算家的 就是我宿舍有一个盒子 可以抽屉 抽屉给它抽出来 以后有摆在那 有多少副就真的没数过 对 然后你对型男这个词怎么理解? 你觉得你是型男还是小先生? 型男 我觉得我是实力派音乐人 那个型男这个词怎么理解? 我觉得就是 比较有自己的潮流风向标 然后自己把握住自己的时尚 跟把握真我 就算型男了吧 有自己的风格 对 有自己风格 你觉得自己可以 加入多种风格的衣服吗? 还是自己固定在某个风格里? 我吗? 那真是可以 加入各种各样的风格 我是这么觉得 对 也有可能 也有我驾驭不了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 首先我自己最喜欢驾驭的就是那种 中山妆 你知道吗? 那种是我觉得非常帅气 也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那种衣服 所以还蛮喜欢 有没有就是绝对不会尝试的 女装 不会尝试的 然后你的新专辑 说进了世界专辑的榜单了 谢谢 然后为了这种专辑做了哪些 你的一个尝试? 首先就是在自己各种不同的领域去突破自己 包括当了一次music video的半个导演吧 确实尊重觉得每一位导演 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包括制片 我还当了一点点制片 还包括一点投资人 反正投资自己 就是觉得反正每一个幕后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 然后真的去为了这个去尝试不同领域的时候 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 跟很多的东西要去学习 反正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也不算是特别好的 我希望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第一的话 那就真的哇 还是有成长的空间嘛 希望自己通过日后的学习跟努力 能够把音乐这一块做得更好 然后为中国音乐争光 那制作过程中有什么特别有趣 或者难忘的事吗 特别好玩的 特别好玩的是 其实有 还是有一些 但是就是 没办法拿到台面上来讲 你说特别难忘的是 可能有 就是为了一个声音 可能要跑到国外去把那个混音 因为混音是交给国外的老师混嘛 所以因为有一个声音有一些奇怪 所以需要我确认 所以我真的很怕 因为混音的这个过程中 产生了一些轻微的误差 让这个声音变得很怪 所以真的去跑了一 飞了一趟 打了飞低啊 飞到国外去 让他为了那个声音做了这一点点努力 这首歌叫Hand 叫匕首这首歌 对 就为了这首 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声音 因为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嘛 当你听到过门的 第一个sound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给这首歌有个定义了 所以我真的很怕 这个第一个定义 让别人觉得 嗯 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往下听了 其实好的开始 在音乐这里也有这么 这个说法叫做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你知道吧 所以我一定要在 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把别人的耳朵给抓住 不然的话就 别人不可能把这个歌往下听了 所以这个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这比较难忘 我觉得自己符合天庭作为特征了 太符合了 他们说 因为我什么上升天座也是天平嘛 所以就是一两个小时都没有选择好点什么饭吃 对 让我的工作人员饿了个肚子 对 所以 嗯 嗯 你用三个词 能概括一下现在的自己 或者自己的性格 现在的自己啊 年轻活力无味 真我 是我可以概括我自己的 嗯 你有没有发现跟雷鹏的这个品牌 很符合啊 是很符合 所以你代言人 但是真的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说 还是真的非常荣幸 能够代言雷鹏这样的品牌 这么 真的它是一个非常低调 然后是有内涵的品牌 所以 我觉得 嗯 真的是我的荣幸 也是十分的不可思议 对 十分的不可思议 好 谢谢 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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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